Xbox Series S 大家看過Xbox Series S的實體了嗎? 這支影片我們要來開箱囉 我們可以看到盒子裡面有Xbox主機 藍牙手法 一條電源線以及一條高速傳輸的HDMI線 盒子裡的所有東西都包裝還有保護得很好 現在先來看Xbox主機 這支的Series S非常輕巧 我用一隻手就能夠拿起來 全排外觀讓它看起來非常簡單乾淨 我們轉到側面可以看到有一系列的連接孔 包括有一個有線網路孔 兩個USB-A孔 一個HDMI 2.1輸出孔 記憶卡插槽 以及電源線孔 大家對Xbox的手把應該都很熟悉 我們就不多做介紹了 直接把盒子裡附的電池放進去就可以囉 現在如果你想要在電腦錄製或是直播玩遊戲的過程 我們將教你如何使用Hango HDMI to USB 3.0 4K影像擷取器 在Xbox Series S上進行設定 首先需要先接雙電源線 接下來把HDMI線的其中一端接到Xbox主機上 現在可以先把Xbox開機 然後將HDMI線的另外一端接到Pango HDMI to USB 3.0 4K影像擷取器 如果您使用的是比較舊的MacBook 我們包裝裡有附USB-C轉USB-A的轉接頭 這裡要注意 雖然USB-C兩邊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訊號進入USB-A的方向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第一次插進電腦沒有反應 建議可以轉一個方向再選一次 不然就直接用我們的USB-C接頭連接到MacBook就可以囉 現在可以打開你想要用來直播 錄你的APP或是網站 非常單純 Pango HDMI to USB 3.0 4K影像擷取器 不需要外接電源或是額外的驅動程式 或是特定軟體就能夠直接使用 但使用前還是需要在電腦或是APP上進行基本設定 選擇你的聲音和影像來源是Pango的影像擷取器 如果你對於MacBook和APP的設定有任何疑問 底下都有交接影片可以看好 希望這支影片有成功幫助到你們 我們會不定時更新 包括開箱影片 新產品介紹 使用教學等等 滿足你們的各種需求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 留言並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下方留言 我們的小編會盡快回覆 按讚 按讚 按讚